日本這邊是悄悄的把他們新的 這個護衛艦梁月號給放下水去了 我們說這個當主將出門 一定要有保鏢跟著嘛 這個梁月號就是要保護 他們這個驅逐艦的最新利器 是嗎 夏偉哥 的確 日本它在做出梁月號來講 我們現在看到這張圖片上 梁月號它是什麼船呢 117它其實是日本的 秋月級的第三艘艦 因為秋月級它那時候預計 聽說是要準備建造四艘 秋月這個船它是什麼船呢 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之前跟各位觀眾朋友介紹過 海上自衛隊基本上有四大護衛群 索士堡 橫須賀 五港等等 這幾個大的護衛群裡面 然後這護衛群裡面 它一個護衛群它通常有兩個護衛隊 這個護衛隊裡面 它通常大概加起來 一共會有八艘水面艦 然後另外還搭配潛水艦隊的潛水艇等等 這個水面艦隊這八艘船裡面 那其中一定有一艘最大的 叫做直升機護衛艦 我們之前有跟各位介紹過 最新的日向級 甚至後面出雲級對不對 上面載好多直升機的 但是除了這些船之外 它旁邊其實還有好幾個帶刀護衛 因為對於日本 我們剛剛講的這一個護衛群來講 它這個護衛群就是要負責日本周邊 大概差不多1500海里的海上 那個生命線的這個維持 所以說它這個主要配備的 都是一些大型的水面作戰艦 例如說像它的這個117這個秋月級 它其實它這整個造艦的這個過程 其實也是循序漸進的 它最早其實是造一種船叫做 叫做村雨級 村子的村 摩拉薩美這個級的這個船 基本上它這個船體跟村雨級 其實非常接近 然後後面村雨級把一些武裝 加以改進以後 成為一種船叫做高波級 大概造了四五艘 然後從115號開始 從101到109是那個村雨級 110到114是高波級 然後117後面 11115以後是這個秋月級 這幾艘船它主要任務是做什麼呢 就未來我們剛剛講的直升機護衛艦 搭配上日本的神盾的護衛艦 像金剛級或艾蕩級這個船 然後再加上就是我們剛剛講 由那種秋月或是高波 或是由村雨級所組成的 這樣八艘船這樣隆隆開出去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巴巴艦隊 也就是說海上滋味隊 一共擁有四支巴巴艦隊 那這個梁月號 大家說那不是說是一個 這個接續過來的船 它到底厲害在哪裡啊 我們現在看到畫面上來講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船的駕駛台上面 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東西 那個叫做日本自製的 這種小神盾 它其實叫做FCS-3 就日製的這個火控 射控系統的第三號的意思 它其實是一種掃描式的 這種就是陣列雷達 也就是說它這個雷達本身 其實就有點像是 小型的神盾艦一樣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看 這個中國的威海艦 威海艦上次我們也講過 就是中國大陸的056 這個近岸護衛艦 未來它這個近岸護衛艦 主要它的這個針對的目標 其實還是在那個近海附近 作戰為主 那我們上次也介紹過了 日本他們現在已經決定 要跟美國購買這個技術 來開發他們自己本身的 這個近岸作戰艦 就日製的這個日版的LCS 兩個性能是不一樣的 兩個性能是不一樣的 其實相對來講 日本它這個梁月號 它這個船的這個下水 其實代表日本的這個 海上自衛隊的這個艦艇 的更新速度 開始在全面的加快 未來雖然說 過去跟過去相比 日本的這個88艦隊 我們剛剛講到武鶴 左勢堡 橫須鶴跟五港 這四個港的這個護衛群 它的船的數量沒有增加 但是它上面的這個武器的性能 卻大幅的精進 像過去它這種反那種 一般的這種水面的這個作戰的 就是這種像這種反水面 或反潛的這種護衛艦 它的防空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只有那個像海麻雀飛彈 一條船上帶個8枚打完了 就準備挨打了 現在不一樣升級了 它甚至可以做一個 有限度的區域防空 這個就跟過去很不一樣了 所以代表人家的火力也增加了